这个铝线编织而成的工资花器 需要的材料有表类的3.5mm、2.5mm、1.5mm的这些铝线 首先3.5mm的这三条铝线 分别塑形成三个大中小的圈圈 然后用胶带固定 2.5mm、2.5mm、2.5mm的四条 分别折弯,固定在大圈圈上 这样屋顶的结构就完成了 2.5mm的工资有四条 一边固定的结构就完成了 固定在小圈圈上 另一边固定在34公分的那条中圈圈上 再来2.5mm、14公分的有六条 一边固定在中的圈圈上 另一边固定在大的圈圈上 这样房屋的主结构就完成了 底部的硅甲王可以一开始小圈圈塑形完 就先编织 也可以等主结构完成了再编织 织法完全相同 1.5mm的理线三条 分别套入小圈圈上 扭转2圈固定 最左边跟最右边的绕过圈圈固定后 中间的两条两条结合 各扭3圈固定 重护动作 直到碰到圈圈 再缩维固定在圈圈上 底部的硅甲边就完成了 接下来2.5mm 345公分的有4条 先绕圈圈 再折成S形 然后固定在黄纸上当装饰 屋顶的部分 以绕圈的方式乱缠 让里线覆盖整个屋顶 让里线覆盖整个屋顶 屋顶覆盖完成 2.5mm 50公分的两条鱼线 分别折成风车的形状 2.5mm 50公分的两条鱼线 分别折成风车的形状 再用一段2.5mm的底线 剪一个螺旋圈圈 再用一段2.5mm的底线 把风车及螺旋圈圈固定在黄纸上 这样花旗就完成了 今天的里线风车花旗的做法 就分享到这里 32.4m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